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丽王樊少皇父亲樊梅生 是前哨世武打演员 但樊氏父子一度反目超过十年 不过二父子已兵是前嫌 今日樊少皇在微博上在跟樊梅生合照 原来樊梅生坐了轮椅八年 身为儿子的丽王广寻明一 终于令爸爸起起身 樊傻皇说 花了两年的时间 终于把我爸轰到横店了 由于在香港 一直治疗不好老年人的坐骨神经痛和手臂的麻痛 香港西医建议作为创手术 但年纪大了 手术有风险 所以只能长期吃止痛药 但仍然会痛得彻夜难眠 心疼啊 三年前 在横店拍戏的时候 我的脚腕老伤又犯了 机缘巧合下 横店的朋友介绍了专治痛症的针灸师薛大夫 经历了两个疗程 基本上是没再酸 酸 痛了 有了这亲身经历 我决定要让我爸爸试试 但人年纪大了 都比较顽固 也不愿接受新事物 这足足花了我两年的时间 才把他哄到横店来治疗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原来我爸做 轮椅都已经八年了 而这次的治疗非常的成功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 已经不用再吃止痛药 而且能站立起来 走个十来米的距离没问题了 真的非常感谢薛大夫的细心治疗 听说你已经怀了宝宝五个月了 祝你们母子平安 还有 爸 你别偷懒啊 做了八年的轮椅 薛大夫说你的腿肌肉太弱了 要好好锻炼 加油 男星对范冰冰没礼貌 这三字惹火李晨男星刘烨曾躲得金马影帝 演技备受肯定 近期与林依晨合作老男孩大获好评 但人红是非多 有人翻出他过去曾吐槽范冰冰 结果招来李晨不满 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个性顽皮的刘烨时常在微博上与其他明星互动 范冰冰曾未宣传新片 在微博写下周四件三字 刘烨见状便一如往常的在好友的文章下留言见你妹 但这几个字却引来范冰冰粉丝不满 认为她讲话没素质 几天后范冰冰的男友李晨也发现这则留言 互爱心切的她严肃地说 这句话太不礼貌 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刘烨发出来的 吗 言语中透露着不满 刘烨之后便把刘烨删除 并道歉我可能happy happy的过头了 就随便开了个有些过于happy happy的玩笑 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JR惊传三度进出医院 忧心时到来JR纪严凯恒店Lobstay将长达近三个月左右 拍摄网剧技工匠模录 他以时尚技工造型登场 被誉为是史上最帅技工 这部戏预计今年秋天上线 但他同时背负感戏与超越前做的双重压力 竟压力大到三度进出恒店医院 甚至打算在恒店照卫镜 最后在经纪人劝说下才打消念头 JR肩负新任技工的吃重角色 每天拍摄都从早上六点开始戴头套 化妆 一直赶拍到半夜 前两天发现自己胸口一直有着闷腮的感觉 找了空档前往医院求教医师 他照了X光确认胸口正常 往返三次检验 最后一次甚至打算要在医院照卫镜 由于照卫镜需要进行麻醉 他一个人只身在外只有助理陪伴 遭到经纪人劝阻 希望他先多观察几日后再做决定 JR甚至反过来向经纪人解释 他自己上网查询资料 发现自己的状况和食道癌症状有些相似 所以不敢大意 好在经过医生开药后 胸口质闷的不是感觉逐渐削减 JR这才打消赵未尽找出原因的念头 经纪人透露 因为JR家族有癌症病史 因此每次身体上有任何状况 他都会比一般人更加小心谨慎 甚至会做过多的联想 这次应该是用餐太敢伤到食道 并无大碍杨幂连日高烧报寿 脸色憔悴单薄身影曝光女星杨幂长相甜美 因演出多部人气电视剧知名度大开 成为一线女演员 话题性十足的他总能引起讨论 日前有人PO出偶遇杨幂的照片 身材本来就纤细的他看起来又瘦了一圈 若不禁风的模样让粉丝相当担心 有民众在上海碰巧遇到正在工作的杨幂 并将照片PO上微博 只见杨幂身上披着白色玉袍 从头到脚包得非常严实 似乎是怕新服装提前外泄 而他整个人看起来相当单薄 脸颊更是瘦到几乎没肉 脸色看起来既苍白又憔悴 一旁的助理也举起手阻挡路人拍摄 先前杨幂曾爆出原该于三年前 捐给盲人学校的物资并没有捐给对方 遭抨击乍捐 他虽然在第一时间出面解决 仍无法平息风波 有人猜测他是因此事而报受 但粉丝跳出来说杨幂工作室日前就透露他发了好几天高烧 以至于工作暂停 解释秘密是生病才会脸色这么差 完全跟那件事情无关 性格男星离怪病无限期停工 爱妻不离不弃患 在日剧伊龙饰演天才外科医师的42岁日本性格男星男星板口线2 精传罹患罕见疾病 发声明透露患有特发性骨骨头坏死症 下个月底约满后 将离开K- 无限期暂停演艺活动 根据最新一期女性7周刊爆料 板口线2生病至今 全靠老婆照料 在外也靠爱妻盼劳命经营餐厅事业 即已撑起全家生活开销 板口看到老婆患难见真情 感恩之余也被拍档留下男儿泪 板口线2宇有三岁和一会儿 据了解 她结婚后不久就发现身体出状况 妻子怀孕期间仍努力工作 还曾飞往美国探访明医 为照顾餐厅 甚至工作到预产期前一周才休息 对于今后生活 板口表示会专心接受治疗 等身体恢复了 才会尝试自己想做的事 呼信而全家道客 苏永康太太生日 儿子Jazz呆样强劲苏永康 阿公 太太安妮特生日 阿公除了带同南南Jazz 还约了好友胡信而和老公 及南南 张卫健 雷宋德夫妇等 在酒店开餐庆祝 Jazz呆呆旺食生日蛋糕 十分可爱 阿公说 Thanks for having you guys 和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est wife 董璇由保镖护送听审 义渠王高云翔设性亲案 申请延期开庭 平米月转饰演义渠王一角 走红的35岁内地男性高云翔 日前曝出跟一名叫Web Jane 一阴王精 的男子 在澳洲悉尼涉嫌性亲36岁 对华裔女编导被捕 悉尼当地法院拒绝她们保释 而案件原定于今天开庭审理 不过据新浪娱乐报道 高云翔设性亲案将延期开庭 时间为4月10日 由止因为高云翔律师自称身体不适 也有称因其提交了新申请材料 高云翔太太董璇则由保镖陪统下出亭旁听 身穿黑衣的董璇表情严肃 身穿绿色球衣的高云翔 透过视讯出庭 她对镜头挥手 向太太董璇说了句爱你 并送出绯吻 有传案件女受害者为悉尼当地华人 10年前已移民澳洲 是一间传媒公司负责人 同时亦是已婚妈妈 与丈夫和孩子定居悉尼 另外 今午12时 高云翔工作室透过微博发表声明 交代保释事宜 并强调今次是高云翔首次申请保释 非外传她曾被拒绝保释 高云翔案开庭延期至4月10日 案件前后需要一年半网 亦娱乐4月5日报道 据澳洲媒体报道 原定于4月5日开庭的高云翔 涉嫌性侵案因律师身体不适 将延期开庭 具体时间为4月10日 地点为悉尼当地法院 现场 高云翔身穿绿色球服 通过视讯方式出庭 无需答辩 记者留意道 高云翔在屏幕上神态自然 头发整齐 手拿一本英文书和一个红色杯子 高云翔坐下以后 先对着镜头挥手 又对着镜头飞吻了一下 随后对着镜头说了一句爱你 又飞吻了一下 然后才开始跟法庭上的翻译进行对话 律师表示该案前后 至少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目前网络留言众说纷纭 关于事件真相 一切都要以庭审消息为准 义渠王社性侵女编导 川九福开庭视讯爱妻宋飞吻 义渠王高云翔上月底涉嫌性侵华裔女编导被捕 原定今5日 开庭 公诉方收到新申请文件 法官需花时间查看 故将开庭日延至4月10日 高云翔仍穿球服现身 还以监视器送妻子董璇飞吻 高云翔身穿绿色球服 透过视讯方式出庭 他神态自然 头发整齐 手上拿着一本英文书及红杯子 入座后 先向镜头挥挥手 并说了爱你及送飞吻 被解读是向妻子董璇事外打气 随后才开始和法庭上的翻译进行对话 董璇一身黑 在保镖陪同下旁听 表情十分严肃 澳洲媒体爆料 只性侵案以改为袭击